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深毒君要说过敏性鼻炎了 本专题中的鼻炎特制过敏性鼻炎哟 我国过敏性鼻炎患病率高达11%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易感个体接触过敏源后 主要有IgE借导产生鼻黏膜过敏性炎症的疾病 鼻痒 打喷嚏 流鼻涕 鼻色 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鼻炎发作可持续一个月 半年 一整年 这难缠的鼻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要说鼻炎得先说鼻子 鼻子怎么对空气加温加湿的呢 鼻子里凡能接触到空气的地方 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鼻黏膜 鼻黏膜不断分泌黏液 空气就直接和黏液中的水分结合 干燥的气体就湿润了 空气和鼻子多接触 温度就被鼻子和谐了 过敏性鼻炎就是这鼻黏膜有炎症了 深毒是个宝 尝看身体好 温度就被人撞了 不要闭嘴 免度就是被人好好